明朝的永乐皇帝、宣德皇帝都有多位朝鲜妃嫔 这些朝鲜女性将国母的文化风俗 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歌舞艺术、风土人情 带到中国宫廷 对促进了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 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永乐元年 朝鲜太宗李远方亲自到南京朝建永乐帝朱棣 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 永乐时三次在朝鲜选妃 永乐皇帝不但喜欢上了朝鲜女子 而且接受了朝鲜民族的饮食习惯、文化习俗 第一次发生在永乐即位之初 永乐元年四月 朱棣派出的使臣到达朝鲜首都汉阳 商量遣返逃到朝鲜的建文帝首里人 同时转达了朱棣结婚之意 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 六年四月十六日 永乐帝派出的内使黄炎等 到达汉阳 朝鲜国开始选妃 共选出五名女子 她们是 公草典书全职中之女 任宁府左思引任天年之女 公安府判官李文明之女 护军吕贵真之女 中军副司郑崔德飞之女 另外还有随从十二名 太监十二名 国王命义文馆大敌学李文和为特使 护送他们 为掩人耳目 特送纯白后纸六千章 对外名义士尽纸扎 这五位女子 一行于七年初到达北京 二月 全氏封为贤妃 掌管六宫事务 行使皇后之权 任氏封为顺妃 李氏封为昭仪 吕氏封为杰宇 崔氏封为美人 全妃之兄 全勇军被任命为朝廷光禄寿卿 官至三品 此大量贵重财物 任妃之父任命为红炉思卿 李昭仪之父 于杰宇之父任命为光禄寿少卿 官至都是四品 崔美人之父为红炉思少卿 官至五品 全妃是《名史后妃传》中 唯一有记载的朝鲜女子 但第二年十月 就在随租帝从南京到北京的路上去世 李朝时陆记载说 永乐帝见到贤妃之兄 刺言之识 含泪生叹 智不能言 永乐帝喜欢上朝鲜民族饮食 及文化习俗 直到晚年还怀念贤妃 说朕老矣 饮食无味 前妃生食 樊尽善之物 唯一所是 此后 樊尽善造酒 若换衣等事 皆不适宜 第二次发生在永乐七年五月初三日 派见黄炎到汉阳口宣圣旨 八月 朝方确定了人选 但明朝盲于抵御灭亡的元朝蒙古大弹部 进攻北京 朱棣便托辞推演 到九年正月初二日 朝方将郑侍女送到北京 永乐帝见己宠爱 对一行人赏赐有加 尽管此事都是秘密进行 但永乐帝的子孙们 却在太宗实录中留下一笔 九年正月 令郑允后为光禄寺少卿 允后朝鲜人 叶庭之亲 因其来朝 特受是侄儿不认识 皇帝的岳父 一般要给予相应的绝路 永乐帝对几位朝鲜岳父 多给予光禄寺之嫌 反映了他对朝鲜饮食的喜爱 第三次在永乐十五年 朝方选出韩氏 黄氏两位女子 随行游侍女六人 太监两人 永乐帝对韩女有其爱种 此韩家凶富大量财物 一直送到辽东 宣德帝朱瞻基 到朝鲜选妃只有一次 即在位后第二年三四月 派出使臣内官昌盛 尹凤 白燕出使 选妃并找出师等 当时他二十八岁 林宣宗是明代前期的太平天子 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艺术才华的皇帝之一 他娶了八位朝鲜妃嫔 上述总计 明朝选朝鲜为妃嫔的女子有十七人 另外 冲作侍女 女史的女子六十四人 其中永乐朝二十二人 宣德朝十六人 进入官前十人 顺治朝十六人 宣德之后 一三六年间 明朝皇帝会在朝鲜选妃 宣德朝鲜 宣德朝鲜